另外欢迎收看1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在夏季期间春日以及德武部落 有一位处在太平渠道末端 经常在农忙期水量不足 而为了解决问题 水利署花莲管理处今年将规划设置抽水站 在太平渠道的干线末端补充灌溉水源 解决末端的缺水问题 水利署花莲管理站的太平灌溉系统的末端 在夏季农忙时期水量不足的问题 为了解决太平灌溉系统的末端 在夏季农忙时期水量不足的问题 花莲管理处将规划许范溪杜丰溪的下游 以泄洪池或是取水井的方式 布线两处共两公里的补水系统 以解决农民夏季缺水的问题 本次为了解决我们玉璃工作站辖区 松浦地区 常年因为处于我们太平渠 灌溉进入的末端 那在整田插秧时期 会有供水不足的情形 那为此本管理处 在农忙时期 整田时期都会 启动夜间配水的作业 那为了能够一并解决缺水的问题 那我们此次邀请了当地的支援委员 还有农业工程研究中心的一些专家 到我们现场实地勘察 来寻找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 来解决抗旱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次 在分别在铝范溪以及杜丰溪的周边 靠近秀孤兰溪的区域 预计布设两公里的一个银水管线 那用抽水的方式 将替代的水源 补灌入太平渠的干线 来补充我们太平渠末端 缺水的一个问题 村子与德武部落位于193线上 地理位置相较于秀孤兰溪流域较高 农水署花莲管理处 预计在铝范溪杜丰溪下游 规划两处的取水点 布设管线两处共两公里 补助水源问题 一旦补助水源问题解决 能够造福236公顷的良田 在农忙时期的供水问题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